最近有宝子来提问 发急长球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小困难 如何发急长球 教大家怎么去发又转又长的急长球 我们在发球要很有旋转的时候 是靠机球瞬间 机球瞬间手指手腕 包括你的身体 给球一个急停 你这样去急停的时候 这个球会非常的转 类似于这样 对吧 它这个旋转就会非常的强 我们有瞬间的这种摩擦 制动 这个球的旋转就会很强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在去摩擦这个球的时候 你的手腕制动了以后 很多人会出现动作也停了 肘臂的这个动作和手腕这一块分开做 手腕制动以后 这是有了旋转的保障 然后我们的身体 包括胳膊再往前去送 去随挥一下 如果你是直接制动就停住的话 这个球会这样 对吧 你看它就没有那么长 对吧 可能有点半出台 或者是有一点点 对吧 有一点点刚出台 这种球对方可以搓 可以拉 胳膊再接着往前去送一点的时候 这个球就 就接近底线了 这个大家有没有看清楚 对吧 这都接近白线 都在白线上 就是给大家做的比较明显的话 就是胳膊再往前去送一点球 其实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加摩擦主要是靠手腕 击球这一瞬间 但是呢 你如果制动之后 整个胳膊也停了 重心也停了 球就可能会跳到这个位置 就没有那么长 然后呢 你手腕制动完之后 动作再向前 相当于再推了一下这个球 这个球的弧线呢 就会比较长了 iyi viewer 圣经 我们 MOVED 在咱们 到 ISSUE 可以 之后